中国人所翻译的这个佛经 我们对他要有信心 决定不能怀疑 佛讲的这个根本烦恼 贪嗔痴慢疑 这个疑应该就是指这桩事情 如果对翻译产生怀疑 我们就一无所获 损失太大了 因为我最初学佛 我怀疑 我向三位老师都请教过 我请教方老师 我说佛经这么好 凡文 从汉长东汉 到水堂 传到中国来的分量非常之大 由中国的这出家人 到印度去取经 带回来的 也有印度许许多的高僧大德 到中国来传教 他们带过来的 还有少量是商人 他们经商的时候也把这支金书传到中国 分量很多 那么翻译并不是完全翻译过来的 到中国来之后经过筛学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适合于中国过签 适合于我们 这个本土文化需要的 我们首先翻译它 翻译工程很大 是经过筛学的 是经过筛学的 这么多的好东西 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 全部都是传了 没有了 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现在人懂得好东西保存 古人也懂得 一代一代传下去 为什么会是传 方老师告诉我 他说你不知道 古时候的中国人 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 不是从不一样 现在中国人对自己没有信心 什么都是外国好 中国古人的信心 对于自己传统信心 那是无有能比的自信心 所以佛经翻译出中文之后 这个翻译的人肯定 大家也肯定 决定是原位 翻得这么好 没有变质啊 而且文字 中文文字比凡文更为华美 换一句话说 翻成中文之后 中文经典可以取代 梵文 原文经典 不需要再去看梵文 你说这种豪气 这种气派 哪像现在中国人呢 这是我们 值得参考的 我相信老师不骗我 在这种豪气 这种豪气